字幕志愎 admiral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他出场透露所有人的眼光 举手投足明所有的人狭想 一开口就融化 让所有人多疯狂 才看见怎么无法停着想想 闭上眼 拼着呼吸却更紧张 有多想获得你专属的青睐 说爱我 爱我去你的未来 Sleep sexy lumber don't know why 有你在平淡都是浪漫 感觉整个世界充满爱 美好我无所不在 Sweet sexy lover wonder why 有你在生活多些色彩 幸福原来这么简单 怎么啦 茶晴 你在哪儿啊 出了家还能在哪儿啊 你等我一下 进电视 好了 会用高科技了不起啊 了不起啊 怎么 这么快就想让我打卡了 怎么 你不想啊 只是没有那个习惯而已 好好好 大卡大卡大卡 这样考核通过了吗 当然了 你在哪里啊 我在家呀 你在家 你不是说你在忙吗 怎么在家啊 你干吗 我早下班你不高兴啊 我没时间你约了哪个美女啊 我没时间你约了哪个美女啊 什么话呀 肯定是蓝天或者保安来了吧 等我一下啊 进行吧 你是不是在家嘛 茶晴不懂啊 茶晴 我想问你个问题 就是 你跟音源姐关系那么好 应该对彼此挺了解的吧 怎么了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跟音源是念同一所大学 但不同班 她跟蓝天修同一门课 我跟蓝天又是同学 所以我是从蓝天那边才认识音源的 从那时候起 我们三个就像哥们一样 一起到了家有购物 所以说你们两个都没有跟她交往过啊 你怎么突然对音源这么有兴趣啊 没有啊 我就是随便问问 那个 那音源姐她有没有跟我们公司其他的人 谈过恋爱啊 你不要理会那些流言了 音源只是想做自己 所以说话尖锐了一点 常常就会刺伤别人 也因此她总是会被那些流言所伤 是尖锐了一点吗 是很尖锐好不好 好了好了 不要谈公事好不好 不谈公事谈什么呀 等我先 这什么啊 你刚刚给我这么大的惊喜 又问了我一堆的问题 换我喽 但是光回答问题太没意思了 所以要边玩游戏边回答问题 那规则是 你挑牌 放到什么颜色的牌 你就加什么颜色的骨头 但是在这同时 要在三秒内回答问题 好吗 好 好 开始喽 小心哦 来 我抽一个 三根红色 好 第一个问题 是 我喜欢吃什么食物 三 你喜欢吃 他怎么还会咬人呢 买这么奇怪的玩具 所以答案是什么 你说了没关系 好 第二个问题 来 怎么又是三根啊 好 准备了 第二个问题 我喜欢 看什么漫画 你喜欢看啊 我都还没有开始呢 他怎么又咬我呀 你还输了 还输了啊 好 下一个 怎么都是三根啊 好 这三个问题我想一下 我喜欢什么音乐 你喜欢 三 二 我都还没有加 完了 太难了 你老是吓我 不会 不会 好好好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最喜欢的人 三 二 我最喜欢的人 当然是 于齐 齐 家有购物加倍幸福 大家好 我是您的购物专家林飞 今天我给大家推出的商品是 Tri Polo家用美容仪 这个美容仪呢 它比美容院更加经济 比微整形更加安全 比护肤品更加有效 李克雅 我跟你说啊 还差一百多总 抓紧时间 再潜流一下价格优势 女同胞们一定很喜欢这款产品 哪出问题了 这款产品 您再也不用在暴晒的夏天 去美容院做美容了 而且呢 这款产品 只要九百九十九 喂 三位啊 还差一百多总呢 估计完没什么不必要了 自己私人的美容品 幸好不说了先挂了啊 手机用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 进入会加油APP 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淑菲啊 建总 今天辛苦了 你今天才辛苦呢 建总 今天节目效果不太理想 不好意思啊 我们下一次再记再厉 换个方式 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没事 淑菲 我知道你十分地用心 也非常地努力 再说了 我们合作又不是一时的 对吧 这机会有的是 你记住一句老话 叫天道愁勤 只要你能保持住这股冲劲 下次啊 一定会有好成绩的 谢谢建总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对了 回头我等实际的数据下来之后 我再报给你 好的 那你先忙 我就告辞了 再见啊 再见 菲菲 怎么了 黄总监找我 那我马上过去 这是你丹菲的第一档节目 无论如何都得要过 现在不止是我在关注 姻缘也在等着看你的笑话 总裁那边也在等着看业绩 走 进来 黄总监找我有什么事吗 刚才那档节目还差几组达标 正导说还差九十多组将近一百组 一百组 那怎么能行 这样吧 淑妃 你帮一下林妃 无论如何 必须打标 黄总监的意思是 你不是还说差一百组吗 那么就让商家自己吸收吧 你让我叫厂商自己买下来啊 难道你买吗 这怎么行呢 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 你怎么不能做 今天是林妃第一次单飞的节目 所以必须得过 可是我们卖不好是事实啊 再说 简总是因为信任我 才跟我们合作的 我怎么能开这种口呢 那我们不成了诈骗集团了 诈骗集团 行 开不了口是吧 那你就等着林妃 调到冷门的时段 在冰窟里待着吧 你要知道 我是在帮你们 不是在害你们 别不知好歹 对不起 黄总监 我知道你在帮我们 但是像这种 投机取巧的事情 我真的不能做 你自己看着办吧 所以你怎么回事 我对你 你看影子 你怎么回事 我你的目的 你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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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不许ять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能不能冷静点 别那么反应过度啊 我没有反应过度 当初我再三向简总保证 我们公司做事绝对正派 他才答应跟我们签约的 我怎么能让他自己 把自己的产品买回去呢 黄总监这么说 其实也是权宜之计 你想想 数字达标了 简总的商品就可以重播了 这一重播 对我们双方都是双赢的不是吗 菲菲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 这不是变通 这也不是什么权宜之计 这是欺骗 这是作假 即使黄总监跟你说了那些话 你也不能妥协呀 大不了我们接下来加倍努力 然后再把业绩做上去 不就行了吗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帮你做 但是像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 我打死都做不出来 这是你丹妃的第一档节目 所以无论如何 必须打标 现在不只是我在关注 姻缘也在等着看你的笑话 总裁那边也一直在盯着叶姐 我话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 你自己看着办法 如非得点点 她能等了 现在可以进去了 哦 好 走吧 佳佳 如非呢 他下去拿外卖了 你刚刚的节目怎么样 过了吗 应该还可以 喂 好的 我马上过来 我去开会了 我去开会了 我的外卖 谢谢啊 舒飞 余总监 还没吃饭啊 没有呢 你要出去吗 去见厂商 那我先走了 对了 你晚上有空吗 一夜吃饭 好啊 我约了林飞 你约蓝天好不好 好 马上见 不去 为什么不啊 你跟他不是好朋友吗 你们两个又不是不熟 我说你这个人啊 是不是没脑子啊 这种私人约会有意思吗 不就是吃个饭吗 至于吗 而且我已经答应学长了 你答应他干什么 为什么不先问我呢 再说了 看着自己暗恋对象 和好姐妹秀恩爱 你特别开心是不是 你这人喜欢被虐啊 可是我已经答应他了 可是我已经答应他了 让我拒绝学长 真的很难 拒绝他真的很难是吗 那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 当年你忘名写信给于其然的事 我都知道了 难道你还有我坐在那儿 陪你装傻演戏 这种事你不觉得尴尬 我尴尬 那 那也总比我一个人当天能泡好吧 有你在的话 至少可以帮我分散一下注意力嘛 想分散注意力 那你玩手机不就好了吗 再不舒服就看几个笑话 不对 你应该用手机自拍啊 因为到时候 你就是个最大的笑话 你要是不想变成大笑话 就马上找个借口拒绝你学长 明白了吗 我 飞飞跟学长到了吗 淑妃 学长 飞飞 你怎么还不进去啊 我在等你们 蓝天呢 他还在忙呢 好 没关系的 那我们先进去 您好 请看一下菜单 您好 请看一下菜单 先看要点什么 我来看一下 他们家好像都还不错 这个 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咱们自己 那谁不安的都还在这儿 sich边一起吃 我起来 那么地 不安的都还不错 我们要走 你们去吃 我们去吃 什么吃 我吃下去 好 去吃 我吃亏下 你我们去吃 吃亏下 我们去吃就吃 你那个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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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 我就要一个川北凉粉 和酸辣头豆丝吧 这个 好 还有这个 其实我刚才打给蓝天了 他说他没有再加班了 你约他了 是啊 那他来吗 他说再看吧 但以我的了解 他一定会来的 不要喝 不要喝 还是很烫的 师妃 师妃 你没事吧 小心烫了 你真是不吃 我还能喝 我还能喝 不不喝 那你能喝 天不喝 所以我 再一口 来 就算了 我不能喝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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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们常常在他家外面的小公园 聊着聊着 有时候还会忘记时间 他一回去就被他妈妈得很惨 那这么说起来 其实你们两个比我们两个更熟 其实淑妃是我们两个的红娘 要不是她 我们怎么可能在一起啊 对吧 这么说吧 如果你是我心里的回忆 那她就是那把钥匙 究竟淑妃在学长的心中算是什么 她所拥有的回忆 应该也是淑妃的吧 进来 余总监 简总 今天我们有约吗 淑妃 简总来是要投诉你 要求她买商品 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投诉我 为什么呀 你是说 我是特地到这儿来冤枉你的是吧 你看这个 这封信 是你的邮箱发出来的吧 这是我的邮箱没错 但是这封邮件不是我发的 余总监请您相信我 余总监 这个人你打算怎么处理 算了算了算了 我也不想知道结果 反正以后我的商品 也不会再找你们公司合作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很抱歉 但是目前 不能确定是不是淑妃做了 所以我不能给你什么答复 但是我保证 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 这封邮件真的不是我发的 坚总请你相信我 这封邮件真的不是我发的 亏我这么信任你 我以为终于找到一个老老实实 兢兢业业帮我们卖产品的商开 没想到啊 你跟那些偷鸡摸狗的人 一样 你放心 我一定会查出来是谁发的邮件 我有我的人格保证 不要拿你没有的东西来保证 坚总 你听我解释啊 坚总 我解释你 淑妃 你不是还说 差一百祖吗 那么 就让商家自己吸收吧 你让我叫厂商自己买下来啊 难道你买吗 会是黄总监吗 他有可能做这样的事吗 好像不可能 就算要做 也不会是他亲自来做 那会是谁呢 黄总监这么说 其实也是权益之计 你想想 数字达标了 减总的商品就可以重播了 这一重播 对我们双方倒是双赢的不是吗 不可能 不可能 怎么可能是菲菲呢 通常最关心业绩的 是商开 主持人 导演 大哥也不可能啊 到底是谁动过我的电脑 电脑 对啊 电脑 电脑 喂 菲菲 有事吗 顺菲 你在哪儿啊 我去找叶总 让她同意我调监控 我想来想去 都觉得是有人动了我的电脑 传邮件给简总的 那个 顺菲 我也有事要跟你说 那个 菲菲 你等等 这样 我晚点给你回电话 拜拜 你怎么蠢到让厂商自己买商品呢 没保处的脸让你给丢光了 叶总 那封信真的不是我寄的 不是你寄的 简总都拿出证据了 还狡辩 请你相信我 真的不是我 我相信你有什么用啊 你这是人赃缺货 你知道吗 我有办法证明我的清白 大哥 我钱包里真的有很重要的证件 麻烦你通融一下吧 得先向我们领导天申请的案 批准了他能看监控 你就让我看一下吧 我很快 就看一眼 求你了 大哥 你的意思是 只要调出监控视频 你就能证明 是谁冒用你的名义 记得信 要是视频什么都没拍到呢 不管怎么样 我也要试一试 你总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我被别人冤枉吧 淑菲啊 我丑话说到前面啊 如果说 你找不到记性的人 你就等着接受处分吧 谢谢叶总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找到陷害我的那个人 轻松就不行 你会想办法 我现在想办法 画得大仙 你怎么办法 那多小医生 我看过我 行吗 来 这个 谢谢啊 你慢慢看啊 谢谢 保安大哥 为什么茶水间 有段视频不见了 不见了 对啊 是不是被人给删了 被人给删了 谁删的呀 那还能找到回来吗 谁删的 是你不要删的吧 怎么可能 我连看都没看过呢 谁删呢 是不是她呀 谁呀 谁还看过这个视频啊 她呀 菲菲 怎么可能啊 你是不是记错了 还找不找得回来呀 我来我来 给 谢谢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送花 她怎么不给你 发个红包呢 为什么昨晚不回家 我这桌上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倩倩 你桌子空 要不这个花放在你这儿 写得你多有人气啊 挺有默契的嘛 你们两个是在交往吗 你有病吧 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 是个花蝴蝶啊 怎么跟董事长交往 就成花蝴蝶了呢 你说她什么意思啊 你不知名oi 你们都是些化蝴蝶了 你呀 你不知名oi 脑事长 和这些化蝴蝶了 这么说 有个小蝴蝶了 你不知名oi 有个小蝴蝶啦 我都不知名oi 很多不知名oi 什么事 这么着急啊 也许啊 我知道你是电脑高手 对你来说再简单不过了 你就帮帮我吧 淑菲 你干吗要调取监控录像啊 一言难尽 我想查出来谁动了我的电脑 稍等啊 好 搞定 谢谢你啊 那你先去忙吧 我自己看就行 好 那有事叫我啊 好 我走了 唉 你 陪他 赢了 别安 你只要 我 giờ就会 你要给我 去买 我去买 我买给你 我买给你 你必须要 嘿 别 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我很担心你 你知道吗 我不就一晚上没回去 有这么值得你大惊小怪的吗 倩倩 我们是夫妻呀 在公司里边 我不能和别人说 你是我老婆也就算了 现在连问你晚上 去哪儿都不行吗 我在小孟家睡着了 小孟 你为什么去小孟家 你不是很久 没和她联系了吗 董事长 你现在是在兴师问罪是吗 我是你老婆 我又不是你的犯人 我也有我的自由好不好 你到底不满意我什么 你要引婚 我配合 你要自由 我也给你了 现在连晚上让你打个电话 报个平安都那么难吗 你要是这种小事 都这么跟我计较的话 那我们根本就没法过 干脆离婚算了 谁 董哥 淑妃 你怎么在这里啊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偷听的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没事 董哥 你放心 你们刚才说的 我肯定不会说出去的 没关系的 是我自己不小心 既然去找黄总监 是不是因为淑妃的事情 丽妃啊 这个淑妃上次做的这个 踹铺的录像啊 咱们得重新做 你有什么好的意见吗 丽妃 丽妃 郑的 不是你怎么魂不守舍的 我刚才说的你听见没听见啊 不好意思 没听到 我说的是 淑妃上次做的这个 踹铺美容仪 我们要重新做录像 所以呢 你有什么好的意见 你就说出来 我想的是啊 我们要找几个人呢 做现场示范 可以刺激购买玉啊 这样可以大卖 你呢 这种意见 还没较 互相 这种意见 这种意见 可能你一直戳了 astero 谁嘛 听你在美国 你老阿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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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什么事了吗 他电话也不接 现在找不到人在哪儿 我刚才给淑菲打电话也关机了 会不会还在公司啊 我问过了 温荣说他早就回来了 不会又在那里睡着了吧 这样 我再想想办法 你打电话给正义和徐安 对了还有 联系那个张晓帆 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帮我联系淑菲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真的是 这个不省心的家伙 到底去哪儿了呀 好 如果你有淑菲的消息的话 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好 谢谢 给徐安打一个 喂 徐安 你看到淑菲了吗 她从下班到现在都没有回家 淑菲 我刚下班的时候看到她在等车啊 那她上车了吗 那倒没注意 不过她看起来不太对劲 好像心情不好 对了 她今天请我还原保安室录像 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啊 喂 淑菲 淑菲 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我自己再找找吧 怎么 淑菲一定是知道了 帮我联系淑菲 淑菲 喂 蓝道 淑菲 淑菲回来没有 没有 但是刚才徐安说 在车站看到她了 好吧 我知道了 我现在马上过去 对不起淑菲 请你原谅我 请你原谅我 要是连你也不理我 我就又只剩下一个人了 我就又只剩下一个人了 但是我姐妹 要不能烦 我有什么影片 所以我要装那里 要伤得不得了 如果是再来 我现在等点了 就想说 你不是个人 帮我测爱过去 你那边 才要的话 反正 我同时 就龍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